中天新闻凤凰展翅案上诉成功 获得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发回更省 不过国民党立委林一华进一步发函NCC 想了解为何能不顾内部的意见 硬要开罚中天40万元呢 对此NCC再扯出独立行使职权 对咨询委员会的意见只是做参考 但会进行独立决议 不受咨询会议约束 让人痛斥先射箭再划吧 NCC回复说有关于咨询会的部分 说那是在做决定前的一个会议 所以按照法令是可以不用提供的 可是我们就发现民进党执政 不管是以这个事件来说 或是以食药署 有关于莱猪要进来这件事情都是一样 但我们就跟他要咨询委员的名单 包括他所有的会议记录都不愿意提供 然后这时候他们就说 这是机关自己就可以做决定的 可是我们就看到他全部都是过水 所以咨询会本来是要让你的决定更加的专业 可是他都把所有行政流程上 该做完的只是把它做完 但是还是都按照政治上 他想要做怎么样的决定 就做什么决定 可是相对的你看到3加11的部分 自己做的决定对他不利 所以就赶快拉学者专家出来就被打脸 根本没有这个专家会议 所以他们就是对他有利的 就说我可以做决定 对他不利的 他就要拉专家过来背书 这就是现在民进党执政 都把制度玩在自己手上 非常不可取的地方 我们在调资料的时候很有趣的 因为我们要知道 就是我们看到法院的判决出来 那我们也看到说 那既然有这么多的这个咨询委员 提出来的意见 跟这个NCC做出来决定是不一样 那我们就很好奇说 NCC为什么会做出来 一个跟咨询委员不一样的意见 他一定有他的理由存在 如果他真的不是把咨询委员 当成一个橡皮图章的话 那他就应该把他的理由写出来 所以我们也在要他的这个 议事务的过程当中呢 怎么样他就是不给 我们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听到 NCC他的回应说 他是根据哪一个规定 那我们在揣测里面 我们自己也看了一个 政府资讯公开法的规定 里面没有任何一个条文 是NCC可以拒绝提供这个资料 给立法委员的 如果咨询委员的会议 意见跟你是一样的 那你就说咨询委员们 也是这样认为 不光只是我 但是如果咨询委员会议的意见 跟你是相左的 你立刻就说 我们大委员会有自己的看法 那咨询委员会议的意见 只是参考 好像怎么说 都是你有道理 那如果你已经心中有定见 决定要开法了 那你就直接罚就好了嘛 你干嘛还要找这么多的 咨询委员来帮你做背书呢 那以后谁还敢来 当你的咨询委员呢 还有2019年的时候 日本天皇即位 那当时也有媒体报导说 天空出现的彩虹 这是一种急躁 台湾很多媒体也都引用啦 那你NCC看到了 你为什么不罚呢 在目的地上 我怎么不罚呢 对我的 我就不罚呢 我怎么不罚呢 我不罚呢 我怎么不罚呢 你不罚呢